一到了冬天 台湾人就流行吃火锅 不过根据营养学家表示 其实吃火锅一年世纪都适合 因为各种肉类食品 海鲜 杂粮配料 蔬菜蛋都可以入味 营养丰富又多元 不管什么时候吃 营养又健康 尤其最近刚好是冬季蔬菜盛产期 许多火锅业者还特别采购了大批台湾蔬菜 加入主厨特制的牛奶锅 或者是药膳锅 不但支持了本土农业 帮助台湾农民 也让喜欢火锅的消费者 能够吃出健康 吃出营养 我们目前啊 这个高丽菜是使用这个高山的高丽菜 然后还有这个最顶级的青江菜 然后还有以及我们这个丝瓜做我们的基底 那我们总共啊 有16样的里面的料啊 总共有16样 再加上肉品 还有这个冬粉 可以说是火锅达人的料理制 在台中市北平路上开了风鸣小锅火锅料理餐厅 除了有各式各样的汤底之外 也采用了各种高贵的肉类跟海鲜食材 但是价格却十分亲民 风鸣小锅中区云运长红利伟说 除了小火锅之外 台湾流行的羊肉炉 姜母鸭跟牛肉锅都可以搭配高丽菜 青江菜 花椰菜 丝瓜等当季青菜 让老饕们吃出美味吃出健康 我们风鸣小锅之所以会用很多的蔬菜呢 主要是因为现在是冬季 那冬季的话刚好是蔬菜的盛产的季节 那刚好最近我们台湾的高丽菜又盛产 所以我们希望用蔬菜来作为基底 然后让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吃得又健康 然后食材吃起来又美味 蔬菜的部分我都喜欢吃高丽菜啊花椰菜啊南瓜啊 就是当季的啦 当季的蔬菜都会比较甜比较好吃 另外台中市梅亭街上的麻辣人家火锅餐厅 老板娘唐慧燕 还推出一道以干薯叶打汁入菜的绿色料理 加上餐厅各种当季蔬菜 手工肉丸 新鲜味美料实在 让消费者吃在嘴里温暖在心里 所以店里头经常是人潮满满 我们那个蔬菜锅就是我们麻辣人家的特色 你外面是吃不到的 这款锅是我们一家饭店主厨把我们开发的 那我们绿色的那个蔬菜锅 翠绿色的汤汁那个是用地瓜叶去 先烫先打成汁 里面是鲜酥跟地瓜 我们是用台湾的两种红跟黄地瓜去做调味 烫头的很好吃啊 很顺口啊 而且麻辣很适中 吃起来不会说很呛也很辣也不会 所以我来这边已经吃好几碗了 很好吃很好吃 这几天台湾地区寒流来袭 寒冷低温的天气当中 大家更喜欢品尝火锅的美味跟温暖 在大鱼大肉的美食当中 记得多吃一点台湾本土蔬菜 可以衬托出火锅的美味 更可以吃得尽兴 吃得健康又养生 记者陈文旭 朱克铭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